在每年的12月中到隔年的1月期间 悲难族的部落会举行一连串的祭仪 依序有少年年纪 俗称猴记 群族男人的大狩猎记 群族女人策绊的迎接凯旋 岁末年中的青年报家一 年初长老到桑家吟唱鼓调 抚慰家属及厨丧 男子成年里 这一系列的记忆合称为年纪 除了年纪还有妇女除草丸公纪 及海纪 并与少年年纪 大寿丽纪 共称悲难族的四大祭典 悲难族主要分布在台东市及悲难乡 人口数约有一万一千多人 过去在清岭悲难王时期 势力范围北至花莲 南至屏东 后来在日治时期 因迁徙而散居于台东县悲难乡的八个社 所以习称八社藩 以语言及文化的分类 悲难族可封为主生的男王系统 及时生的知本系统 悲难族素有花环民族之美称 传统悲难族是母系制度 以男性年龄阶级组织为主 青少年集会所 大鼓半 是斯巴达市学长制度的养成教育训练所 长老集会所 大拉冠 是部落的决策领导中心 悲难族早期就与其他各民族接触 除了兼容各族特性 更能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质 无论是占卜 巫术 礼俗 歌舞 耕作 狩猎 刺绣 服饰 建物等 构筑成绵密的文化体系 除了传承文化 凝聚族群共识 悲难族自1989年起 开始举办联合年纪 由各部落轮流主办 如今已成为台东县 一项极具意义 又饶富民族特色的活动 旅民族宗监 祝负族族的族允 Jesús 监联合年纪 祝负族的族兰宗监 挂起象征吉祥的百步蛇 和太阳神话像 主记者迎送道文 谢天并祈求来宁丰收与平安 族中勇士跳过火堆 象征驱除邪魔妖灵及不吉祥事物 由于卢凯族以小米为主要农作 因此在每年八月左右 会借着收获祭让土地休息 也借此为个人家族士族部落 举行各种祭仪 卢凯族人口数 目前约有一万一千多人 居住于中央山脉 北面两侧的山区 位于屏东县雾台乡 高雄县茂陵乡 台东县碑南乡等地 还说 卢凯族的祖先 自台东靠海的某个大转弯处 自台东靠海的某个大转弯处 靠着灵犬 云豹领路 与大观旧在空中的引导 翻山越岭 来到古扎马干了 因此卢凯族有云豹故乡之称 卢凯族的社会阶级 分为当家头目 贵族 氏 平民等四级 并由长子或长女四成 在传统住屋 石板屋内 为显示当家头目的身份地位与权力 家世较为讲究 住屋以外设有聚会广场 祖邻住 神龛等木制或实质的各式雕饰 卢凯族有非常特别的习俗 就是佩戴百合花式 作为女子对生命纯洁的持守 与男子勇气歹势过人的象征 卢凯族 卢凯族在原始艺术的表现上 手工细腻精致 如竹篮 月桃夜席 木头雕刻 及石板浮雕等 此外 百步蛇纹与图像 对卢凯族人而言 象征年长的祖先化身 也意味着卢凯族是百步蛇的后裔 百步蛇纹下 房繁频 仙井 战绩又称 是属于全宗族部落的祭奠 以往举行战绩的时间不固定 有时一年中可以举行好几次 也可以不举行 由长老开会决定 在每年的2月15日前后举行 这个祭奠主要是祭拜天神和战神 在会所及其广场前举行 战绩最重要的意义是勉励宗族人 用自己全部的精神和生命来保护部落 并祈求战神降临保佑 邹族人口数约有6600多人 主要分布在阿里山山脉纵谷一带 可区分为南邹与北邹 由于邹族以狩猎为主 提衣提帽就成了上山的主要装扮 邹族的社会组织 以严格的父系氏族组织 及大小社分脉联合之政治性组织为主 部落事物及记忆都以男子会所为中心 称为苦谷 宗族虽然没有阶级制度 但却有严密的家族制度 不管是婚姓或是祭祝都以家族制度严密的运作 再扩展至整个部落 在部落中的祭典以战绩最为重要 从他的仪式流程和歌舞中 可以发现邹族已经将人与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秩序安排得非常清楚 战绩也是维系部落伦理规范精神战力的一大支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传统矮林纪 巴斯达爱之称 始终带点神秘色彩的赛下族 主要居住于新竹县与苗栗县交界的山区 据语言学家推测 赛下族语言是较古老的南达语言 出现在台湾的时间可能较早 赛下族人口数约有五千八百多人 是个父系社会 以地域和图腾士族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 并以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作为士族的名号 如风 日 夏 滩 蟹 豆等 梅姓是有负责主持不同的技艺 分工相当清楚 包括祈语纪由拍姓主持 祈琴纪由夏与谢姓主持 阵风纪由风姓长老主持 笛手纪由斗姓长老主持 赛下族居住地与客家人和泰亚族人相迎 因此之间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 在物质文化上受到的影响较多 老一辈的赛下人更加珍惜保存完整的祭典习俗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更与武风乡赛下族地结赛下族与内政部营建署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伙伴关系协议书 这是台湾时尚第一份由政府机关 与原住民族签订的协议书 自此族人们更积极地认真思考 该如何凝聚部落共事 一同追求自治的发展 族人们始终追随着祖邻脚步 一步步地挑战未来 而这些努力更让赛下族人呈现出他们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与精神 四合做 四合工 四合肉 止